试疹和群马疹的区别 试疹和群马疹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群马疹的皮损是特别有特征性 群马疹的表现是一个蜂团 蜂团的特点就是可以快速出现 快速消失 而消失以后不留任何痕迹 它一般表现成一个水肿性的包块一样的 那么大概过个两三个小时就消掉了 最长不超过24小时 而消退以后是干干净净的 这就是群马疹的特点 几乎在其他的皮炎湿疹 不太容易出现这种损害的 那么湿疹的表现呢 它是红斑 秋疹 水泡 甚至有糜烂 森出 那么它的疹子在24小时是不能消退的 往往是持续的反反复复的 群马疹其实它也是反反复复的 但是它的某一个疹子来讲 它是在短期的能消退 只说消退以后呢 消得干干净净的 在其他部位又重新出现新的疹子 所以说湿疹的表现是多新型的损害 可以出现红斑 秋疹 水泡 而我们的群马疹是主要出现蜂团 这两个区别也是一样的 不得了 这两个区别也不得了 这两个区别也不得了 你会多数点 都是一种流氓的 那两个区别也不会有 在这里 你只是在这种流氓的